小雪和胡峰两个人都是大学同学,那个时候两人在学校也都认识,因为他们就在同一个地方,虽然不生活在一个村庄上,但是当彼此和对方说自己老家的时候,他们两个人都知道,就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,久而久之,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爱情火花。 在大学里,他们两个人每天都会手拉着手一起去上课,放学之后两个人还会出去吃饭,在他们朋友眼里觉得两个人真的就是郎才女貌,天造地设的一对,渐渐呢大学生活毕业了,两个人就回到老家把双方父母约出来,在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,他们都觉得这两个孩子非常合适,于是两家人就这样把两个孩子的婚礼给办了。 在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,小雪家里也没有问他们要彩礼钱,因为他们老人觉得只要婚后两个人孩子生活的幸福,他们就知足了,于是就这样,两个人婚后生活的很幸福,并且在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小雪就被检查出怀孕,当两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他们都感到非常的开心,因为小雪和胡峰都是家里的独生子,所以他们一直把两个孩子看得很重要。 胡峰老丈人对她也非常好,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去对待,而小雪的婆婆虽然也把她照顾得很好,可是她的婆婆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能干,在村子里很多人都夸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,即使没有男人在身边,胡峰的妈妈也能够一个人扛起整个家的重担, 因为有了这个孩子的到来,让胡峰一家经济负担有一点重,没办法,胡峰背井离乡,外出打工,因为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就和父母分开了,所以胡峰觉得小雪一个人照顾孩子有点不方便,于是就把她的母亲接了过来,以后就在这边养老了,可是我们都知道,胡峰母亲非常的能干,在胡峰母亲来到这里居住的时候,小雪就带着孩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 然后她的婆婆就立刻给小雪打了电话,可是对方的手机却显示关机状态,这让小雪的婆婆很似着急,没办法,她就给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打了电话,问她儿子能不能找到小雪,当她儿子听到母亲很着急的时候,就立刻对她说,妈,你放心,我来给她打电话,于是就这样挂断了电话,可是当胡峰给小雪打电话的时候,小雪的手机仍然关机状态,没办法,她自豪从外地连夜坐车赶到 家中,第二天早上一大早,胡峰的母亲就听见有人在按门铃,当她打开门的时候,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拖着当初从家带的行李回来了,可就在这时,胡峰的母亲却看到儿子在和儿媳妇通电话,当胡峰的母亲听一会儿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太能干,从而呢,自己的儿媳妇觉得有压力,生怕自己哪一天因为一不小心做错了事而惹恼婆婆,没办法,只好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居住几天,直到胡峰出差,外出打工, 回来的时候,她才愿意带着孩子回到婆家,这次胡峰的母亲已经流下眼泪,并且不断地责怪自己,原来是她太过于能干,从而给自己的儿媳妇带来不方便,于是她就对儿子说,等到媳妇回来的时候,她一定要好好当面对着小雪说,并且告诉她今后如果自己有做不到的地方,还请她多担待一点,所以通过这件事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有的时候一个人太过于能干,就会让自己身边的人感觉到压力,但同时故事中的 她如果主动地去和自己婆婆沟通,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,所以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善于沟通,说开了,讲明了,对我们大家都好,你们觉得呢?